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近期广东 北京 上海等地密集出台 新一轮促消费政策 专家指出本轮促消费新政 已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步行街升级版 培育业经济等为抓手 使消费升级有了新路径 新平台 下一步 国家和地方层面 还会有更多政策利好落地 在满足民生需要的同时 不断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近日 广东省出台 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 针对当前制约消费的突出问题 提出九方面29条举措 稳定改善消费预期 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实施方案提出 重点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 逐步放宽广州深圳市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 扩大准够规模 其他地市不得再出台汽车限购规定 这样的政策出来之后 可以给我们消费者的话 就是说更多的选择性 无论是传统能源 其实还是新能源 其实现在都是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还是蛮开心的 此外 对标国际大都市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成为一线城市的选项 上海日前发布 关于进一步优化供给 不进消费增长的实施方案 提出全力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 做大做强首发经济 同时 为免税经济 离境退税经济设立路线图 内容包括加快发展 口岸免税店及室内免税店 支持创建离境退税示范街区等 随着夏季来临 夜间经济也在悄然升温 上海 广州 北京 天津 成都等地 分别出台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 相关措施 上海打造国际范儿 上海味儿 时尚潮的夜生活聚集区 北京里发展深夜食堂等 夜间消费特色项目 天津 运河新天地和五大道 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本月已经开街 专家表示 本轮促消费政策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着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 改造升级步行街 以及培育夜间经济等新平台 在满足本地消费者对品质消费 品牌消费 体验消费需求的同时 也可以展现现代城市开放程度和良好国际形象 数据显示 消费已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巩固 专家指出 要实现消费升级 就要千方百计地促进居民增收 提高消费能力 另一方面 还要从供给侧打开消费空间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 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 要加快落实汽车 家电 信息 养老 育幼 家政等领域促进消费政策 未来国家和地方层面将会有更多政策利好落地